早安,我们在北京,我们今天要去颐和园 可是呢,我们一大早就出门了 那个北京的地铁实在太多了 挤都挤不进去 可是现在终于出来了 我们要去颐和园逛逛 下面是冰 我刚刚好像没有看到,差一点要走下去了 天然的溜冰场 我们参观完了这个颐和园 里面真的很大 颐和园本来就是一个避暑山庄 就是夏天的时候来避暑的 可是现在冬天好冷 然后颐和园旁边呢,还有一个园林园 可是因为被火烧了,所以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下一站要去公王府 我们到了北海北 我一直以为北海是一个海 结果它是一个湖 然后北海的北边就叫北海北 好,我们现在要去公王府 那公王府呢,之前是和尚的家和尚是水的 和尚是一个大贪官,它就是贪得好 然后在嘉庆皇帝清算和尚的时候呢 就在他家收出了九亿的银子 所以才有一句话叫做 和尚一岛,嘉庆是宝 然后过后是公亲王禄之河 所以才改成公王府 然后这片地呢,据说是北京最好风水的一片地 然后里面真的是好大 那这里面呢,有很多清代的历史 然后人家有说一个公王府半复清代史 所以如果也对历史有兴趣的话 来北京除了故宫以外,一定要来公王府 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经常 我们来到了南罗古巷 好像中国每一个城市都要有一条这样的巷子 就是卖一些很特色的东西 可是是好像没什么特色 然后又是游客必去的景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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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的明星